最近各地的独立运动啊再次高涨 那除了早前伊拉克的库尔德族他们举办独立公投之后 明天10月1号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要搞独立公投哦 那加泰罗尼亚为什么要脱离西班牙呢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基本上整个西班牙分为17个自治区 加泰罗尼亚就是其中一个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城市巴塞罗那就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了 那你可能会搞不明白 为什么加泰罗尼亚人要独立呢 简单来说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觉得自己是西班牙人 首先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虽然都源自于拉丁语 但西班牙人说的是西班牙语 加泰罗尼亚人口操的是加泰语 再加上政治跟经济上的因素啊 让加泰罗尼亚过去整整200年来 一直没有放弃过要独立 而明天的这场公投 可以说是近年来 声势最浩大的独立运动 距离独立公投还剩下不到48小时的时间 那周五早上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气氛十分热闹 民众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公投兴奋无比 巴塞罗那市中心 更有数十名支持独立的农民 他们驾着拖拉机穿过街道 并高喊着我们将投票的口号 一旁的民众也纷纷鼓掌表示支持 热闹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夜晚 大批的民众参加了造势晚会 他们高举着加泰罗尼亚的旗帜 高喊口号 情绪高昂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 普一格门克在致辞的时候就表示 希望这场公投能够为加泰罗尼亚 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adiуäll 跟民众情绪高游相反的是 西班牙政府一再強要 来廉的公投是不合法的 当时也千方百计想要阻挠民众投票 警方已经接获指示 在公投开水之前将会在投票站清场 对此很多民众是拖着行李 带着草席 前往即将被用作投票站的学校留宿 深言要捍卫投票站 确保公投如期举行 而立场交于偏向西班牙政府的欧盟 早前已经表明 加泰罗尼亚如果最终脱离西班牙的话 将不会自动成为欧盟成员国 在公投前夕 加泰罗尼亚官员向欧盟喊话 希望欧盟能够正在他们这边 要知道为什么加泰罗尼亚坚持要独立 首先就要从历史跟政治因素来看 200年前现在的西班牙版图里面存在着很多小国家 而加泰罗尼亚就是其中一个 那它本来是自己独立的地区 是因为跟一个叫阿拉贡的王国联姻 才并入了阿拉贡王国 然后阿拉贡王国又跟卡斯蒂利亚这个王国联姻 然后才并成了现在的西班牙 可以说加泰罗尼亚人从历史种族起源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属于西班牙的一份子 而且加上两次联姻 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民呢 还是继续用自己的语言跟文化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们的民族性是很强的 第二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繁荣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加泰罗尼亚的人口 虽然只占了西班牙人口的15% 但却贡献了西班牙GDP的20%左右 但尽管加泰人贡献西班牙20%的税收 但是他们只是收到14%的财政拨款而已 那这一点就让他们认为 自己是在为西班牙财政输血 所以加泰的媒体经常就抱怨 说为什么我们经济这么的富有 但我们人民还是过得不好呢 他们认为 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抢夺了他们的资源 那对西班牙政府来说 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说辞 西班牙的税收政策呢 他们是就是对这个高收入地区收高税 然后收来的钱呢 在帮助贫困的地区 因此就出现了像加泰这样的情况 之前经济还算富裕的时候 当然矛盾就不这么明显了 但过去这几年 西班牙的经济陷入低迷 那这个时候矛盾就被激化了 而在加泰罗尼亚坚持举行独立公投之后 西班牙政府还是那一句话 坚持反对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有组织举办了反对独立公投的活动 他们在广场上摆放了投票箱 让民众选择是否支持加泰罗尼亚 继续留在西班牙 主办方认为加泰罗尼亚独立 是关乎整个国家的 公投应该要让全西班牙人民参与 虽然这项模拟投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举动 向加泰罗尼亚人民传达希望西班牙 团结一致的信息 对公投反对到底的西班牙政府在公投前夕 立场坚定地再次强调 绝对不会承认公投结果 因为这场公投违反宪法 是试图分裂国家的举措 当主也誓言将会采取手段 阻止公投顺利举行 明天这场公投是否能够顺利举行 我们还不知道 但有分析认为 这场公投对加泰罗尼亚跟西班牙的经济 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管最后是否真正独立 但已经造成了两者分裂 在短期内 双方面临的后果都是消极的 如果加泰罗尼亚真的得到独立 那加泰罗尼亚虽然可以省下 原本应该上缴中央政府 每年就是160亿欧元的税收 但同时也将会导致 西班牙每年GDP减少2% 但长远来说 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将会萎缩25%到30% 失业率也会翻倍的 再加上欧盟市场大概是占了 加泰罗尼亚出口的65.8% 如果欧盟拒绝加泰罗尼亚的加入的话 那这将会对加泰罗尼亚带来重大的打击 所以至少在短期内 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们将会为独立付出惨重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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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